你好 我是Joanna 我是做輪跡工程師 即是行船的工程師 我是香港第一個考到輪跡獎牌照的女性 即是朋友 和不會第一個印象都是行船 即是可以吃的 即是還有人行船的嗎 就算都是朋友 或者是好好的朋友都說不要走 好像很危險 都是跟他們說 因為一個合約都是六個月 喜歡又好不喜歡又好 都是六個月而已 那你一輩子有幾十歲 其實半年很少 跟他們說嘗試一下 真的不喜歡或者覺得不可以 就不做 第一次行船就是 第一次上到船已經覺得開始暈亂了 後來他真的開了船 就吐到七彩了 其實現在流暈船 不過可能身體比較習慣了少少 可以忍著不要吐 有時會很大浪 那些浪就是蓋到四五層樓那麼高 可能船搖到三十度或者三十五度 搖到很多 那你都是繼續在做事 那些就比較驚險 睡覺的時候 可能會滾到床 Joanna做事的地方是機房 溫度可以高達四五十度 但更辛苦的是雨勢隔絕 行船初期只可以靠船長幫手發電郵 有時你想說一下你老闆壞話 都不行的 只是可能跟家人或朋友說一些很簡單 很日常的對話 就不是真的你自己心裡的說話 近年就比較好一點 用到WhatsApp會舒服一點 有好的歧視和不好的歧視 疼著你多一點 或者看到你真的體力上有些做不到 可能都會 你不用問他都幫了你 那當然不好的歧視都有 可能都會好像剛才說 就是看少你 就是覺得你做不到的了 以前聽過有些很老的船員 就說 因為你上了一隻船 女人不能下機房 所以這隻船就這麼大浪 我猜有少少硬頸 不想被人看 女生行船 已經覺得被人看死了 你不行了 因為第一次上船 現在是冰島俄羅斯 去了巴西 可能在那個年紀沒有想過 可以去到那些地方 其實是很吸引到我 在一個加拿大 很北的地方 是沒有什麼人居住的 在碼頭外面 有些草叢 已經有看到一些啡色 很大隻的紅 或者之後在大海外 有見過鯨魚 在剛開了船後 會看到海豚在船頭上 其實很有趣 這些經歷 行選十二年 Joanna今年 終於考到鄰機獎牌 是香港第一個 獲得這項資格的女性 香港女人有八十歲 其實半年 是很少部分 如果你真的想試 或者去模检一下 就試一下 不試就永遠不知道 是否適合自己